在台灣曾經有很多日式建築的火車站 他們有漂亮的線條 還有典雅的外觀 可是現在幾乎都被拆光了 在全台灣很少見 有一個台灣的樂高達爾人 因為他的父親還有爺爺都是基隆人 因此他用基木重現了舊的基隆火車站 此外樂高基木展的展覽中 還有38件壯觀的世界遺產模型 總共動用了43萬個樂高基木 從埃及金字塔到雪梨格劇院 再從西班牙的聖家堂 看到柬埔寨的五格窟 世界遺產的魅力全都聚集在這裡 策展員透過樂高基木打造的世界遺產建築 帶領民眾完成另類的環遊世界美夢 展覽中最大的作品是這件高220公分的 埃及努比亞像 用了2萬顆基木 花費兩個月才蓋出來 另一項被認為是最難拼的 是西班牙建築鬼才高地設計的聖家堂 每一個細節都不馬虎 連窗頭雕像 屋簷雕花 都利用各式積木復刻再現 而台灣第一位樂高設計師鄭以謙 也用積木留下了他送給家人的 美好記憶 我們那時候目標是做七大經典車站 然後因為我父親跟我爺爺都是基隆人 我就想說那我當然要做基隆火車站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基隆火車站 雖然他已經拆掉很久了 鄭以謙用樂高人偶當作比例池 重現當年華麗宏偉的基隆舊火車站 我覺得你可以看到它有尖頂 然後有中間的馬賽頂是圓形的 然後每個那個屋頂的斜率都是不一樣 然後包括它上面有老虎窗 然後上面的老虎窗是圓床 所以那個時候為了怎麼把這些屋頂 全部拼在一起 我用 我其實用了很多飛機的 機翼的三角型零件 然後來拼湊出各種不同的斜率 不讓各國建築專美於前 展覽集合多為台灣樂高好手 用創意堆砌出一座座模型 要讓豐富的台灣特色建築 與民眾的距離更靠近 而且這個地方也用了 所以我用來駕池去 我用來駕池去